黑衣男躺在棉被上 在工地裡呼呼大睡 等到警方靠近 他才驚醒被上靠逮捕 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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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陳姓男子殺人後 竟然還睡得著 他逃亡兩天 躲在這處新建的寺廟大樓 旁邊散落啤酒罐 飽特瓶 時間往回推 現在沒有 肚子沒有上下起駁 他一刀刺向太太胸口 37歲林姓女子 倒在婆婆懷裡 血流入住 妹妹驚慌失措 而兩人的四歲兒子 目睹行凶過程 嚇壞了 嚎啕大哭 不殺氣慘案 發生在15號台中北屯 陳姓男子連安全帽都沒戴 就騎著機車急忙逃離現場 接著連換四台計程車 加上步行設置逃亡斷點 提高警方查棄難度 那警方也針對這名男子 以及他家人所使用的 相關的通訊軟體 來做一個調查 那發現並沒有與外界 聯繫的情形 是透過大數據的分析 來圓滿他討異的路線 兩人三月分居後 四歲兒子跟著爸爸住 當天死者想帶走感冒的小孩 回去照顧 雙方爆發口叫 誠信男子情緒失控 拿刀結束太太生命 也在孩子心中留下巨大創傷 記者楊靜麗雲杰 台中報導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望望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可以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數量有限 你要買要快